危前统治时期 曾经对阿里桑州族人造成的伤害 1950年代为了确保全台山地治安 台湾省保安司令部陆续在原住民主地区 设置12个山地治安指挥所 进一步控制山地乡及原住民部落 直到1960年代相关据点才被猜测 为了探讨指挥所背后的军警网络系统 及族人对体系的认知 由国家人权博物馆策划 原文会制作的摆设恐怖 相关史记点影像记录专辑 17号举办成果发表会 透过这样的一个山地治安指挥所 去了解我们过往 政府对于原住民族 整个白桶时期的一个伤害 但我们透过这一次的计划 让这些记忆重新再回到这些脑文里面 研究团队结合口述历史 即以解密政治档案资料 完整呈现当时嘉义分起湖的五凤三地资安指挥所 与桃园大西的桃园三地资安指挥所 使其具体位置与现况 我们就去找齐老然后做口坊 和文献做交叉比对 然后找到这些地方 所以就是这一个拍摄记录影像计划的开始 这也是后来除了说是变成禁止以外 我们一直之间也不想拆解 这是一个一直到现在 这个历史都还持续的影响 透过影像详实记录 不仅了解威权统治 对原住民族社会与心理影响 研究团队希望未来 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史记点 透过人权馆 向文资局提报为不易遗址 让社会大众理解 原住民族在历史上从未缺席 原始新闻胡顺八度 新北新店采访报导